学习是逆人性的 上学那会儿我就一直听别人这么说 而且还当真了 既然是逆人性的 那必定是痛苦的 既然是痛苦的 那怪不得我会讨厌 既然我讨厌学习 我学不好也理所当然 但仔细想想 这里面有两点解释不通 首先 为什么学习只逆我的人性 不去逆牛顿 爱因斯坦 这些大神的人性 这个世界有数学 就代表有人热爱数学 有天文学 就有人憧憬宇宙 如果一个东西逆人性 它怎么能发展成一门学课 或者一个行业 另外 我们小时候 不也是对所有事物 都充满好奇吗 每天把是什么 为什么挂在嘴边 怎么到了学校 学习就变成了一种 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苦差事 事实上 从脑科学角度来讲 学习并不是逆人性的 我们之所以讨厌学习 是因为错误的方法 把学习过程变得困难 痛苦 让它显得逆人性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星河百度 今天咱们聊聊 为什么学习 不像打游戏那样容易上映 以及如何让学习 像打游戏那样上映 刚开始 你可能只是听同学聊 张三的CF 狙击有多准 离四的王者 达到了哪个段位 然后你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玩了玩 这一玩你发现 虽然你也说不上 自己为什么这么快 就喜欢上打游戏了 但就是越玩越想玩 根本听不下来 其实 这都是游戏开发者 精心设计的 而他们设计的底层逻辑 正是学习的过程 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就不会专注 不专注也就不会缠迷 所有的游戏都会设定目标 即便是最简单的小小乐 也会让你一关一关的过 大型的网游 目标就更复杂了 小道推翻敌方水晶 大刀断位升到王者 对不玩游戏的人来说 这些目标没有任何吸引力 但对于游戏玩家 他们就像勋章一样 是能力的证明和地位的象征 哪个玩家见到荣耀王者 不得给三番薄面对吧 学习也有目标 但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 这个目标是老师和家长告诉的 而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要考好成绩 要上好大学 然后呢 虽然他们可能也会告诉你 这样能找的好工作 挣更多钱 但对于十几岁的你来说 这个目标太遥远 太羞无缥缈了 你根本体会不到诱惑在哪 也就没办法激发自己的动力 所以 你要给自己找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你自己真正想要完成的 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也就是他必须能成为你的动力源 不用想太多 不用管目标是高尚还是庸俗 别人可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你也可以为了追你们班的学霸女神 只有这个目标能刺激你 他对你才有用 不然说再多都是废话 知乎上有个学霸 他的目标是要把别人干掉 他不关心考什么大学 只想体会在学校当学霸 被别人赞美的感觉 只要成绩好 所有人都会高看你一眼 女生也会向你请教问题 那种经常被捧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才是实实在在的 每天上学都是一件很爽的事 如果目标的难度系数太高 就会把一部分人取着门外 所有游戏都会把大目标拆分成小目标 到王者之前 你并不是一无所获 你还有青铜 白银 黄金 钻石等不同的等级 即便是打一场比赛 你也得考虑保护几方防疫坦 多干掉敌方人头这些小目标 说白了 晚几分钟你就知道这场仗能不能赢 晚一天你就知道离王者还有多远距离 游戏的升级路径非常明确清晰 你对目标也会产生可控的预期 回到学习 我们刚刚给自己找到了动力源 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让动力源消失 把大目标拆解成不同等级相对可控的小目标 打个比方 万一你发现你的成绩始终赶不上那个学霸女神 一气之下换了个学渣欣赏人 那动力岂不是变成阻力了 但拆解了目标 你关注的点就不只是学霸女神 你会发现虽然没赶上她 但你的成绩从550提到了600 这也能激励你继续追赶 拆解目标最重要的不是拆解 而是评估情况 这样能让目标尽可能可控 比如 你不要定每个月提20分 直到650分这样的目标 提哪一刻怎么提这些都不明确 你得先清楚自己哪一刻分数比较低 哪些知识点比较薄弱 就像在游戏中 你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角色和打法 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升 数学的概率统计不太会 可以先从这儿开始 这个目标达成了 再攻破下一阶段的目标 刚开始不需要拆得太多太细 不然目标可能跟实际情况偏差较大 可以在完成一个阶段后 再进行一次评估 设定下一阶段的目标 达成目标意味着奖励 在游戏中你的等级越高 你就有更华丽的装备 更炫酷的技能 你就能去新手区炫耀 自己有多牛 也能去高手区 跟其他大神切磋 这些诱人的奖励 无时无刻不再波动玩家的心弦 玩家看到奖励 就跟大爷大妈 看到超市免费领鸡蛋一样 都有影 而且可不要认为 游戏奖励的设定很简单 奖励太少容易让人吓头 一到99级也会让人无聊 把握合适的度 才能让玩家持续狂热 越陷越深 学习就没有很好的奖励系统了 很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奖励 你考了95分 一个半这么多学生 老师可能注意不到 回到家 如果是严厉的父母 不仅不会对你那95分进行肯定 还会责怪你为什么丢了5分 所以你得给自己奖励 你得给自己灌输一个理念 你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这样你的付出才有价值 上面咱们制定了分阶段目标 这里也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程度 列一个分等级的奖励清单 小目标对应小奖励 大目标对应大奖励 比如 这次数学考试的概率组计都做对了 奖励吃一顿炸鸡汉堡 全校排名从200名提到了150名 奖励玩个通宵 不要想太多 放松之后学习倒退了怎么办 那是凭工给自己增添压力 这么多年的积累 怎么可能放松一会儿就能了 这个奖励的目的就是给自己足够的正反馈 这样才能刺激你保持学习的热情 学习是痛苦的 但如果时不时让自己爽一把 那学习也能变成一件很爽的事 除了确定主线奖励 游戏中还有一种隐藏的概率型的奖励 这些奖励往往不靠升级 不靠冲钱 只靠运气 而且就是这些未知的稀缺的奖励 最能激发玩家的兴趣 为什么呢 1938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基纳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一只小鼠放到一个箱子里 箱子里面有一个可以按压的操作杆 按下去之后就会有实物掉进来 很快小鼠学会了按操作杆 然后斯基纳改了方案 不管怎么按 每隔一分钟才掉一次实物 慢慢的小鼠悬懒 每隔一分钟按一次 接着斯基纳又改为按概率掉实物 这一感不得了 小鼠疯狂的按操作杆 根本停不下来 很明显他上瘾了 我们可以按这个方案来设定隐藏奖励 同样还是把自己想要的奖励列一下 可以跟上面的主线奖励区分开 也可以不区分 按等级和概率把它们做成卡片 最多的是基础奖励 10%的中等奖励 1%的超级大奖 概率可以自己定 但不要太高 然后根据学识奖励抽卡 比如学识积累到100小时抽一次 这样每隔一段时间 你就能获得一次惊喜 把学习成果转化成抽卡的乐趣 时间一长 你发现自己变成了斯基纳乡里的小鼠 不断地学习抽卡 学习抽卡根本停不下来 动力源有了 正反快有了 接下来咱们聊聊如何保持最佳状态 大家发现没 游戏在设定难度时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新手一上来并不是被各种显虐 而是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完成任务 掌控感和成就感 在刚开始就建立起来了 自然也愿意继续玩下去 但随着经验越来越多 能力越来越强 你会发现等级升高之后也并不能一刀秒怪 也就是你升级了 怪也没闲着 他们也升级了 你还是得稍微努力一下 才能完成任务 虽然看上去很可笑 但这种配合能力增长而逐渐升级的挑战 才能让你持续沉浸在最佳的心流状态 心流是心理学家米哈里提出的一个概念 是指人全情投入到某件事的最佳状态 就像有时候你来了感觉 打CF连续抱头 打王者把把MVP 学习自然也能进入心流状态 上高中那会儿班里有个学霸 经常连续几节课研究一套题 完全注意不到下课林和来回走顿的学生 有些时候在大脑里思考问题 甚至还一边用手笔画一边自言自语 要不是他每次考试都全校前五 大家都以为他是神经病 我们也可以通过设定难度 让自己保持更好的状态 如果基础相对薄弱 不要一上来就此刻难题 用相对简单的题先入文 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是培养自信心和积极心态 很多人学不好是因为害怕学不好 还没开始就先给自己压力 也就更容易学不好 然后再影响心态更学不好 二是从简单到困难 你能一点一点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 然后慢慢提升 而不是像误入高手去的新手一样 只是不停地被虐 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缺陷 具体方法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 找对应难度的测试题 比如中等水平 就找中等偏难一点试卷 比自己的能力稍高一点 但又不至于高太多 更容易让你进入心流通道 很多测试题都会把难度分成369等 如果找不到也可以直接问老师 预见无数的它们 肯定能给你最适合的测试 难度逐渐提升 能力也逐渐提升 最重要的是 这个过程不是痛苦的 你不会因为难度低而无聊 也不会因为难度高而焦虑 而是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区间内 畅快地打快升级 有了上面三步 你对学义的态度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你不会再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负担 而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知道为什么学 学什么 以及怎么学 而且 一旦把学习当成了你愿意为这付出的游戏 你玩得越多就玩得越好 玩得越好就越想玩 然后又玩得越多 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升级 这样的话 你还会担心考不出好成绩 考不出好学校吗 对吧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总是感觉累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累 每天下班都疲惫不堪 只想摊在沙发上刷手机 但仔细想想 上班也没干什么事 容易犯困 总想睡觉 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 可问题是 睡完觉起来还是没精神 健忘 迟钝 注意力涣散 大脑无法伸走出来问题 就像是锈掉的齿轮 根本转不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我们总觉得休息就是让身体歇一歇 但事实上 大脑才是耗能黑洞 而我们却很少让它真正休息过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星河百度 今天咱们聊聊 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累 以及如何让大脑高效休息 保持最佳状态 大脑工作需要消耗能量 它的能量来源于一种 叫做三菱酸线干的化学物质 简称为ATP ATP的最终代谢产物叫做线干 在我们醒着的每一分钟 大脑都会产生线干 从早上起床开始 它的浓度就不断上升 给我们施加睡眠压力 到了晚上 线干的浓度最高 我们的睡意也最强烈 当我们睡着了 这些线干又会结合成ATP 储存能量 以供大脑使用 所以大脑的工作和休息 就是靠ATP和线干的相互转化实现的 正常情况下 二者转化周期进行 让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不过 当我们工作比较忙 学习任务比较重的时候 大脑长时间超复合运转 生成线干的速度和数量 会大幅提升 我们也就出现了 还没到晚上 就开始犯困的现象 而且 大脑中线干的浓度升高后 豆瓣和血腥素的分泌 都会减少 这两个咱们应该比较熟悉 负责控制运动 调节情绪 提高精力等等 现在它们被线干移植了 我们就会觉得 情绪低落 注意力涣散 行动力匮乏 现在社会的压力这么大 工作 学习 很容易出现超复合的情况 大脑几乎每天 都是透支的状态 我们也就经常一副 电量不足 身体被掏空的样子 对于一些小伙伴来说 工作不忙 学习不重 白天也没干什么事 可还是会感觉累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之前聊睡眠的时候 提到过睡眠周期 就是说夜里睡着时 大脑活动会随着 睡眠深度的不同 呈周期性变化 一个周期大概90分钟 在70年代 科学家们发现 人在醒着的时候 也存在90到120分钟的 周期性变化 这被称为 次周夜节律 次周夜节律 控制着白天精力的涨退 脑波活动 激素水平 激入张力 在周期的前半段 会有所升高 一个小时后 这些生理数值 普遍下降 到了90分钟 身体开始给你 发出一些信号 比如打哈欠 伸懒腰 走顺 或者产生饥饿感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停下手头的事 让自己休息一下 不过通常情况 我们都忽略了 这些信号 还有些小伙伴 虽然注意到了 但他们选择了一些 错误的休息方式 比如刷会手机 闯杯咖啡 结果带来了 更多的匹配感 很多人可能会纳闷 刷手机 为什么不是休息呢 咱们可以想一下 刷手机时的状态 看看新闻 翻翻短视频 逛逛购物软件 总之是漫无目的的瞎看 而这个时候 大脑会进入 预设模式网络 这是由前额皮质 后扣袋皮层 些前页等结构 构成的大脑网络 当我们专注做事的时候 预设模式网络 处于移植状态 但当我们无聊了 发呆了 走神了 没事干 也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 它反而开始活跃起来 可不要小看 无所事事的 预设模式网络 它的耗能 占大脑总耗能的 60%到80% 甚至比专注的时候 耗能都高 所以在我们刷手机的时候 大脑依然在高速空转 另外 刷手机我们会不停地 接收新信息 每接收一次信息 大脑都会执行三个任务 先是激活警觉网络 给新信息打开通道 然后启动定向网络 触达不同部位的神经元 最后是执行网络 与大脑中原有的记忆和信息 联系在一起 这个过程需要不停地 切换任务 也就不停地消耗 我们的认知资源 所以大脑根本得不到休息 有时候咱们刷了一上午手机 反而更没精神 更不想动 就是这个原因 再来看看喝咖啡 为什么也会让你更累 上面提到 感觉疲劳是因为腺肝 咖啡因的作用 是抢夺大脑中 腺肝受体的位置 咖啡因占据了受体 我们确实感觉不到困意了 但问题是 腺肝还在不断地生成和堆积 等到咖啡因的效用衰退之后 大量的腺肝作用在受体上 让我们产生更强烈的疲惫感 另外 咖啡还会导致睡眠质量变差 这也间接影响第二天的状态 咖啡因的搬帅期 大约是5到7个小时 如果你晚上加班 喝了一杯咖啡 假设是晚上10点 到第二天早上5点 大脑还残留着一半的咖啡因 可不要小看这一半的剂量 它会让你整夜辗转难眠 或者不停地醒过来 因为你的大脑 在本甘休息的时候 却在跟咖啡因激烈斗争 睡不好 白天就没有精神 出于习惯 你可能会继续喝咖啡 久而久之白天靠咖啡许命 夜里受咖啡困扰 不仅造成习惯性疲惫 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接下来咱们聊聊 怎样才能给大脑来一次深度SPA 有效且高效的恢复状态 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超好用的方法 1.心流活动 心流是心理学家 米哈里·希克森米哈赖 提出的一个概念 意思是一个人 专注于某件事时的心理状态 就好比你打游戏太投入了 忽略了一切干扰 你以为只过了几分钟 其实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它的神奇之处在于 能够让我们以最高的能量和主动性 来处理困难的任务 同时带来的幸福感极高 而对精力的消耗极低 心理学家通过扫描大脑发现 心流状态下 前额叶皮质的大部分活动会停止 只保留一小部分专注当下 所以耗能很低 另外在心流过程中 大脑会分泌多巴胺 内肥胎 去甲山上腺素等激素 提升你的状态和幸福感 生活中哪些事容易带来心流体验呢 常见的有这三类 一竞技类 比如下棋 打游戏 或者一些体育运动 二创造类 比如作曲 绘画 舞蹈 写作 三 眩晕类 比如游乐场里的一些刺激项目 过山车 大摆锤之类的 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为了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这些方法要符合几个原则 一 一定是自己感兴趣的 二 开始前先清除一些干扰 比如手机铃声 三 稍微有些挑战 但又不至于太难 四 不要太耗费体力 不然大脑恢复了 身体又累了 二 高效补觉 晚上没睡好 白天的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差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硬撑 而应该在合适的时间点 补个时间合适的觉 睡眠革命志们说里提到 26分钟的日间小睡 能让飞行员的表现提升34% 灵敏度提高54% 作为日间小睡 能够很好的起到 恢复大脑精力的作用 在每天下午的一到三点之间 人的睡眠需求和睡眠冲动 会有个小高峰 这是个绝佳的睡眠修复器 在这期间进行30分钟的巧妻 不仅可以弥补前一天晚上的睡眠缺失 也可以为当天晚上的睡眠 做个前置的补偿 30分钟对一些小伙伴来说 可能有点短 因为还不够一个睡眠周期 被闹中叫醒吧 有可能会没有精神 这里可以摄入咖啡因含量 低于300毫克的咖啡 因为咖啡因起作用的时间 是20分钟 这样刚好可以在你醒来的时候 消除睡眠惰性 同时由于距离晚上睡觉的时间 比较长 所以对睡眠的影响也比较小 如果你白天没有午休的习惯 或者说一旦午休了 晚上会睡不好 这可能是因为白天休息时 线根合成了ATP 到了晚上睡眠压力不足 也就容易睡得晚或者睡不好 这种情况就不要白天补觉了 真是困得不行 尽可能把补觉时间 提前到距离晚上睡觉时间 8个小时以上 下面两个方法 是用于白天比较忙 没有时间进入心流和补觉的小伙伴 就是利用次昼夜节律 让大脑在每90分钟的短暂疲劳期 适当的小气 你可以注意一下感觉疲劳的时间点 然后定一个计划表 每90分钟让自己休息10到20分钟 这期间不要在工作学习 也不要让大脑进入预设模式网络 然后开始下面两个方法 3.正念呼吸 正念呼吸可以很好地让你专注当下 开启大脑的低耗能模式 而且还能帮你减轻压力 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 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困难 其实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 放松地坐着 把注意力集中在平稳的呼吸上 如果总是走神 就以呼吸为锚点 在心里默念呼吸的次数 把思绪拉回来 每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刚开始可能会坐不住 没关系 多试几次你就习惯了 不过要注意 最好每天能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进行 这样大脑适应得更快 4.有氧运动 负责逻辑思考和运动的脑区 是不一样的 这条虽然看上去不像是休息 但有氧运动的目的 是让负责思考的脑区 得到短暂的缓冲 就人们常说的换换脑子 毕竟一般情况下 大家的工作和学习 都是做着的脑力活动 一项研究发现 久坐两个小时 流向大脑的血液明显减少 血液中还有维持大脑运转的 氧气和营养 也就是说 久坐会让大脑变得迟钝 好在起身活动8分钟 就能加锁血液流动 如果加上适当的有氧运动 比如散步 慢跑 鱼驾 骑自营车 还能提高多巴胺和内飞带的施放 让我们产生愉悦感 适当的有氧就可以了 你可不要加练再来一轮无氧运动 因为无氧运动产生的基酸 会消耗能量 反而让我们更累 通过上面这些方法 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就能找回大脑的最佳状态 不过 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不要总是在感觉到疲惫之后 才去休息 因为这个时候 大脑已经处于透支状态 休息也就相当于是在偿还精力债务 而最好的休息 应该是在日常的工作 学习生活中 注意大脑的劳逸结合 通过主动休息 来提高大脑的精力储蓄 这样才能让大脑 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应对更多挑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感谢小伙伴们坚持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跟点三连 如果这些对你依然没有帮助 记得给我留言 我再想想办法 一个没完只睡五个小时的男性 她的搞同水平会比自己的实际年龄 老15岁 精子数量也比正常睡眠的人少29% 一个长期睡眠不足的女性 她体内跟生殖相关的卵抛次激素 会降低20% 生育能力低下的可能性 甚至比普通女性高80% 不过 这已经是本期视频最好的消息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星河百度 今天咱们聊聊 每晚睡眠不足六个小时 身体会发生哪些可怕的变化 其实刚开始熬夜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倒还有点兴奋 这是因为大脑为了对抗疲惫 开始释放毒巴胺 毒巴胺可以调控中枢神经系统 让你感觉精力充沛 误以为自己状态还不错 但这个假象并不会持续很久 因为大脑清楚 你不爱起身体 它得给你兜底 于是它停止了额夜的工作 来减少消耗 这个区域控制着反应速度 情绪认知和决策 你开始觉得反应变慢了 注意力不起中了 心情也烦躁了 与此同时 身体也在向你抗疑 免疫系统罢工 血液中的抗体减少 黄线出现问题 病毒就乘群而入 你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 这个时候 可能是手机游戏的吸引力太大 也可能是引到变态老板的无情压榨 总之 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信号 但不知道危险正一步步向你比起 有一项实验找来两组健康的年轻人 一组在当晚睡了个好觉 另外一组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他们被整晚见度不能睡觉 第二天给他们展示一些图片 图片内容有中性的 比如一个篮子 也有偏负面情绪的 比如着火的房子 在被试着观看图片时 扫描他们的大脑 结果发现 睡眠被剥夺的那组人 现人体闲时的情绪反应增大了60% 现人体是大脑中启动强烈情绪的关键热点 在情绪调控上 它就像一个油门 一脚下去 人就变得消极 一怒 不过好在还有个刹车 前额叶皮质 它负责理性思考和决策 二者互相牵制 保持着情绪的稳定 问题是缺乏睡眠 刹车就不灵了 现人体彻底放飞自我 一路跑掉 这样一来 原本友善的你 现在看谁都不顺眼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情绪失控 长期遗忘 影响只会更大 YVSleep提到 睡眠不足 可能会引起 忧郁症 焦虑症 等多种精神障碍 青少年时期的 消炎霸凌 成年人的暴力行为 很多也跟睡眠问题有关 极端的负面情绪 甚至会让人 怀疑生命的意义 产生自杀念头 当然 睡眠不足 并不是单纯地 把你推向负面情绪的深渊 实验中还发现 在看到容易 让人情绪激动的突变时 没睡觉的那组人 兴奋程度 也比另外一组高得多 他们的情绪 就像过山车一样 上一秒还在消极地低谷 下一秒就冲上亢奋的巅峰 情绪在正负两极 剧烈摆动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大脑中 还有个文状体 对讲少和刺激事物 会有过度活跃的反应 本来也受 前额叶皮质的限制 但睡眠不足 前额叶皮质的控制力降低 这些快感区域的敏感度提高 也就更容易出现过激反应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讲少的过度敏感 会让一个人 更愿意追求刺激 而不顾一切 也更容易抵挡不住诱惑 出现成瘾问题 所以睡眠不足的人 通常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 陷入冲动消费 游戏 酒精等陷阱中 你在两种极端的情绪中 不断拉扯 可能会因为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 而情绪崩溃 也可能会为了 买游戏装备 打赏主播 而花光所有积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仅仅是情绪受到影响 你的认知和决策能力 也会受到影响 成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 而这一切 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睡好 1924年 两位德国研究者 让一些大学生 寄一份资料 最后的八个小时 一部分人始终保持清醒 另外一部分则睡了一觉 之后测试 他们记住多少信息 结果发现 睡过觉的学生 记得更多 这个结论 在之后的相关实验中 也得到了反复验证 相比于清醒状态 睡眠对记忆的帮助 能达到20%到40%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睡眠的过程 时间来到1952年 芝加哥大学的阿斯林斯基发现 婴儿人在睡眠的某些阶段 眼球会快速左右移动 并且伴随着活跃的脑波活动 之后眼球会静止一段时间 然后再次快速移动 两种睡眠阶段 就这样你来我往 重复进行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 人们对睡眠的认识 不再是眼睛一闭一睁这么简单 事实上 它伴随着两种不同的 睡眠形式重复循环 非快速眼动睡眠 和快速眼动睡眠 每次循环大概90分钟 被称为睡眠周期 也就是说 睡一觉要经历 四到五个睡眠周期 白天我们的大脑 不断接受外界信息 它们被存储在一个叫 海马体的临时仓库 但海马体的容量有限 满了就没办法 再塞更多信息了 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为了第二天的考试 通宵复习 结果怎么记都记不住 这个时候倒不如去睡个觉 因为只有睡觉 这些临时信息 才会被转移到 长期存储的新闭层 重点来了 非快速眼动睡眠 就负责这个过程 把记忆包裹从海马体 运送到安全的心皮层 同时大脑也优化了 窜出空间 剔除掉一些不重要的记忆 到了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大脑又上演了一场舞台剧 新旧记忆像演员一样 彼此建立联系 展开剧情 所以这个阶段 用来巩固记忆 加强链接 激发创造力 上面所有这些过程 都是在睡眠时进行的 所以不睡 少睡 对记忆的影响 是立竿见影的 而且不要有侥幸心理 觉得少睡的时间 跟记忆的损失是成比例的 比如8个小时的睡眠 晚睡2个小时 记忆只损失25% 其实 两种睡眠阶段 在每个睡眠周期 所占的比例是变动的 前半夜的睡眠周期中 非快速眼动睡眠占比较大 到了后半夜 快速眼动睡眠的比例 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看上去只是少了25%的睡眠 但事实上 你损失了大量的 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前期的记忆转移 和空间优化工作没有做好 之后的巩固和强化工作 也就举步为奸了 除此之外 跟记忆密切相关的学习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而且不光是 学习后的巩固记忆受影响 在学习前 如果没有睡好 同样记不住新知识 不难理解 睡不好 存储在海马体的短期记忆 没办法转移到新皮质 紧张的空间 让它没办法再吸收新信息 或者新记忆 只能覆盖上一笔记忆 这被称为干扰遗忘 这么看的话 三更灯火五更机 可能并不是合适的男人读书时 毕竟学习只是把知识暂存在海马体内 真正的消化 整合 巩固阶段 都是在睡眠时完成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 最近学习效率下降了 不要再怪自己不够努力了 后续只是因为没有睡好 感冒发烧的时候 不管工作多紧急 游戏多好玩 你一定只想在被窝里多待一会儿 因为身体正试图把你的病睡好 睡眠跟免疫系统之间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具体什么关系呢 心理学家们也想知道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 怎么看都觉得恶心的实验 150名健康的男女 先被监测了一周的睡眠情况 然后根据睡眠时长 分组并隔离 接下来 往他们的鼻子里 谈感冒病毒的活病毒培养物 当然这道程序 已经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随后的一周继续观察 结果发现 平均睡五个小时的那组人 感染率为50% 而平均睡七个小时的 感染率只有18% 当然你可能会说 睡眠不够疫苗来凑 打了流感疫苗 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开心的熬夜了 但接下来的研究 可能又让你失望了 还是两组健康的年轻人 一组连续六天 只能睡四个小时 另外一组 每晚睡八个小时左右 六天之后 每个人都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然后检测 他们产生抗体的反应程度 来判断疫苗 是否成功左右 结果 每晚睡八个小时的人 显现出了健康的免疫系统 而睡眠限制组的免疫反应 低了50% 更糟糕的是 即便这些缺觉的人 之后补觉两周甚至三周 也没办法产生完全的免疫反应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 免疫系统里 有一种人狠话不多的 自然杀伤细胞 它能识别并干掉体内 不应该存在的异类 癌细胞 但仅仅是一晚的睡眠不足 就足以让它病例搭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有一项研究 通过测试健康年轻的男性 显示相对于正常睡眠 四小时的睡眠 会使自然杀伤细胞减少70% 而这只是一个晚上的杰作 如果连续一个月 甚至常年如此 免疫系统会变得多虚弱 光想想都让人背脊发凉 欧洲另外一项 针对近25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 睡眠时长6个小时以下的人 相比于每晚睡7个小时以上的人 得癌症的几率提升40% 虽然看到概率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会是幸运的那一波 但幸运之事 如果跑偏的话 那就是100%的灾难了 AD并不是钙奶 而是阿尔兹海默症 这个在1901年 被确认出来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目前超65岁的老人中 每10人就有一人罹患 不过 这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阿尔兹海默症发病之前 很多人都身受睡眠问题的困扰 确诊之后 睡眠困扰的程度 也会与症状严重程度同步进展 要说它俩没关系 打死我都不行 事实上 阿尔兹海默症 与β淀粉样蛋白的积累有关 这种蛋白质会在脑中聚集 形成黏性的沉积物 被称为斑块 它对神经元有毒 会杀死周围的脑细胞 2019年 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家 拍下了大脑清洗的过程 途中红色是血液 蓝色是脑脊液 血液周期性的大量流入流出大脑 脑脊液趁机涌入清除毒素 其中就包括β淀粉样蛋白 当然 这个洗脑的过程 也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进行 长期睡眠不足 毒素无法被及时清除 不只是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提高 患病的时间也可能会大大提前 所以年轻是资本 但不是放纵的理由 这笔睡眠债身体会让你加倍偿还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都宣称自己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 当然 他们也无一例外的都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很多名人在睡眠时间的控制上 似乎出起了一致 董王特朗普也以自己 每晚只睡3个小时而自豪 还曾说过 每天睡12小时的人 怎么能跟睡3-4个小时的人竞争 我觉得他开心就好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这么懂的 其实睡眠不足的危害远不止于死 不然人类数千万年的演化过程 可能早就抛起了这个 看似没什么用 还占用三分之一寿命的余生行为 上面这些文字 虽然看上去有点颜值过重 但其实都来自于科学的实验结果 和当下的主流观点 而且我觉得 现在这些 如果能在你的心里翻起一点涟漪 让你重视睡眠 比之后身体遭受波涛汹涌的伤害 要好得多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